唐毅呢 當時跟李登輝政府關係非常密切 從這裡也不難看出 真的是有關係就沒關係 不過可惜的是 在政治力的介入之下呢 華大兄弟最後也是退出投資 台灣也從此少了一座國際級的遊樂園 And 小牛 歡迎收看小牛講正經 暑假到了 大家應該都會出國 講到出國呢 疫情結束之後 大家最愛去的國家 第一名就是日本 我相信很多人去日本玩呢 都會把這個地方排入必去的行程之一 那就是 東京迪士尼樂園 我覺得很感人 你現在在哭是不是 真的很感人 你應該不會只有我感動後面吧 我覺得很感人耶 真心很感人 對啊 真的是很感人耶 為什麼迪士尼樂園這麼受到大家喜愛 甚至很多日本本地人 都是一去再去 不只是還原卡通的畫面 讓大家沉浸在迪士尼卡通的世界當中 甚至連工作人員都非常入戲 從遊樂設施到服務到商品 每一個環節都是要帶給大家難忘的體驗 可是講到這邊啊 大家不免俗的也會問 日本有迪士尼 香港有迪士尼 上海也有迪士尼 台灣能不能有迪士尼呢 我們不惜任何代價 一定要 一定要 進行邀請迪士尼樂園來高雄 好啦 韓市長後來都收回了 也被罷免了 就放過他了吧 事實上呢 根據媒體報導 從80年代開始 迪士尼準備在亞洲布點興建樂園的時候呢 曾經一度有考慮過來台灣投資 不過後來呢 還是讓日本傑族先登 但陸陸續續啊 還是有很多人 不論是商人也好 政治人物也好 都發願希望迪士尼樂園可以來台灣 或是興建一座台灣版的迪士尼樂園 今天就是要帶大家來看 這些曾經登上媒體版面 被大家討論過的台版迪士尼樂園計畫 究竟是真是假呢 小牛講真真告訴你 之前請記得訂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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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頻道 只有訂閱小牛才更有動力製作更有內容的影片 而今天呢 乾爹又來了 沒有錯 講到出國呢 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咖好的心理箱 今天這個乾爹呢 厲害了 是我們的Acer墨爾本胖胖箱2.0 Acer是做電腦的 竟然也推出心理箱 不講不知道 一講大家就要開始搶購了 大品牌呢 品質絕對是掛保證 這一款墨爾本胖胖箱呢 我手上這一款呢 大小是28吋 胖胖箱跟一般心理箱比起來呢 優點就是容量更大 深度更深 一些禮盒啦 鞋盒啦 不用先拆 直接放進去 讓你買東西的時候呢 不會有後負之憂 而且重點是喔 有些飯店呢 比較窄 一般心理箱呢 沒辦法完全打開 但是胖胖箱呢 就沒有這個問題 它的寬度呢 比一般的心理箱還小 但是容量沒有比較小喔 而這一次呢 墨爾本胖胖箱2.0的特色呢 在於它四個角都有防撞設計 你要知道 有時候各國海關在運送你的行李的時候 有些就是會毫不留情的丟啊 撞啊 這一咖就不用擔心這個問題 然後這個360度的靜音萬象輪呢 拖拉的時候其實噪音跟阻力是相對小的 另外呢 就是這個 TSA 海關鎖 海關人員要檢查的時候就不用在那邊密碼轉半天 非常方便 至於行李箱的內部呢 首先就是全包覆的內裡 而且總共有三個不同的收納空間 讓你可以乾濕分離 分開收納 Azer胖胖箱呢 總共有三個不同的尺寸 8月8號復興節開始呢 我們在底下的說明欄跟留言欄的專屬連結 會開始進行我們的專屬團購 有興趣的朋友們呢 歡迎直接點擊連結 加入團購的行列 出國要買箱呢 就買這一箱 Azer胖胖箱2.0 我們進正片 講到迪士尼樂園呢 我們不能不提到 1983年正式完工啟用的東京迪士尼樂園 它不只是第一座走出美國的迪士尼樂園 更是第一座非直營的迪士尼樂園 其實比較像是加盟店的概念 根據日本企業的經營秘密這本書提到呢 70年代迪士尼的電影事業沒有起色 要投注大量資金在開發新的園區 在資金周轉不靈的情況之下呢 正巧這個時候日本人向迪士尼提案 想要新建一座海外的東京迪士尼樂園 迪士尼總部的態度呢 從原本打算跟日本人合資興建 到最後呢決定讓日本人自己搞 包含經營跟行銷甚至是最後的銷售額 都是由日本人來主管 迪士尼總部呢只負責授權 不負擔任何施工的成本 不過後來啊 迪士尼總部沒有料到的是 東京迪士尼樂園呢 變成全亞洲最受歡迎的主題樂園 營業額屢創新高 讓美國總部的人呢也是悔不當初 因為當初為了要規避風險 美國呢只負責授權 但相對的訂定的合約當中呢 美方只能分到門票銷售額的10% 以及商品銷售額的5% 等於整塊大餅呢 迪士尼總部只能分到不到10分之1啊 但很多人會問 迪士尼當年打算在海外投資的時候 沒有考慮過台灣嗎 畢竟當年的台灣對美國人來說 可以說是自由中國 根據聯合報2005年的報導指出 迪士尼考慮在亞洲設立迪士尼樂園 考量的地點呢除了日本之外 就是台灣跟幾個東南亞國家 因為台灣在亞洲的中心位置 可以吸收鄰近國家最多的客源 再加上土地持有的成本 又比日本便宜非常多 不過啊報導也提到 迪士尼後來的評估 一年必須要有超過600萬人次入園 才不會虧本 但當時台灣的人口不到2000萬人 日本卻已經有超過1億的人口 就市場大小而言呢 迪士尼最終還是選擇了日本 而就在東京迪士尼樂園風光開幕 帶來龐大的商機之後呢 早年台灣也有一堆縣市 搶著要複製迪士尼樂園 1986年一篇《經濟日報》的報導就提到了 台灣的迪士尼樂園可能會誕生 因為一間來自美國的傑蒂爾國際公司 當年就向觀光局來簡報 希望投資台灣2.5億美元 來蓋一座台灣的迪士尼樂園 而他們打算蓋在哪裡呢 就是台東縣的資本 這個投資案呢 當時可以說是炒作的沸沸揚揚 捷底爾公司呢 不斷透過媒體 強調他們的組成呢 都是美國迪士尼樂園的 資深技術跟設計人員 整個計畫呢 也預計分成三個階段來興建 第一個階段呢 會先興建迪士尼的主題公園 高爾夫球場 國際上業中心 還有五星級的酒店 一年之內呢 綠地公園 水上公園 露營區等 這些比較簡單的設施 就會提前開放 這些願景呢 也讓當時的台東縣政府買單 就在1985年 台東縣就把將近285公頃的資本濕地土地 用新台幣50億元的價碼 通通標給節地的公司來開發 大家是不是開始發現有點不對勁了 沒有錯 這整個計畫事實上呢 等同是一場大騙局啊 根據《中國時報》的報導 因為資本濕地有部分土地 屬於國有財產局 讓台東縣政府呢 遲遲沒有辦法取得完整的土地 給節地的公司來開發 節地的公司呢 當時就用希望能拿到完整土地 再來開發來當作理由 一動也不動 工程進度呢趨近於零 一直到1993年 節地的公司呢 只興建了幾棟小木屋的樣品屋 拿來賣給會員 這個時候呢大家也開始懷疑 這家公司會不會是空殼公司 用這個開發案來作為吸睛的手段 果不其然啊 經過台東縣政府的調查 節地的公司底下的員工呢 只有一人 而且從頭到尾看得到資金呢 只有最初簽約金的60萬美元 台東縣政府一直到2002年 才正式宣布 與節地的公司的7月關係消滅 結果呢 這個最初的台版迪士尼樂園夢想 終究如同夢幻泡影 現在這一大片資本失地呢 也回歸平靜變成野生動物的天堂 一直到近期呢 則是變成了台東縣政府 計畫開發光電的場域 這項計畫呢 也引起了當地部落 政府和廠商三方的爭議 台東的韋迪士尼樂園之後呢 還是有許多財團 地方政府看準迪士尼的熱潮 不斷喊出要引進迪士尼樂園 1987年就傳出某個來自三重的大建商 要投資新台幣10多億元 引進迪士尼的技術 在桃園興建一座大型的水上樂園 1990年呢 當時的宜蘭縣長尤錫坤也表示 已經跟某財團接洽 要在宜蘭縣呢 成立一座占地200甲以上的迪士尼樂園 而且美國總公司還會派人來勘察 不過事後證實啊 這些都只是空包彈 就在同一年的1990年 當時的行政院長郝伯春表示 必須要興建一座 中國版的迪士尼樂園 看起來呢 應該是跟正版的迪士尼沒有太大的關聯性 因為郝伯春認為 這座樂園呢 必須要以中國文化作為主題 所以不會出現米老鼠跟唐老鴨 而是中國的孫悟空和豬八戒 故事主題呢 也會以西遊記跟紅樓夢為主 就在郝伯春提出構想之後呢 觀光局員馬上鎖定 位在台中厚禮的月梅台塘堂藏土地 預計要引進民間投資 採取BOT的方式來興建跟營運 而且分成三期來開發 初期的規劃呢 分成主題園區 旅館及商業區 戶外自然展示區 休閒活動區 還有產業教育區 目標呢 不只是留住不斷跑去國外觀光的台灣人 還要有能力吸引外國觀光客 1995年的6月 這一座台塘月梅娛樂園區的開發案呢 進入招標程序 最後則是由中華開發信託公司 以及美商華納兄弟公司呢 拿下第一順位聯手得標 當時這一組團隊的構想呢 就是要打造一個類似 澳洲黃金海岸的華納影城樂園 把拍片的場景啊 道具啊 還有華納公司的卡通人物啊 通通搬到台灣 根據鏡周刊引述前立委郭正亮的說法 當時華納公司呢 提出了兩個附帶條件 首先是高速公路的交流道 必須要連通到影城 再來呢 臨近的區域都要變更地幕 變成商業用地 不過這些要求呢 馬上被當時的明帶聯手反對 他們批評政府 根本就是在利益輸送給華納 在政治力介入的重重壓力之下呢 華納馬上就放棄了優先議價權 得標只有短短三個月 而輪到第二名的長藝集團得標之後呢 這些明帶馬上又改口了 不只是施壓政府要負責樂園周邊所有的聯外道路 同時呢也讓臨近的區域順利變更成為商業用地 甚至中央政府還特別為長藝集團 通過月梅開發計畫的中長期融資專案 融資的金額高達125億元 簡直就是坐享所有特權 不過對於外界這些質疑喔 長藝集團的副董事長楊文欣則是直接搶 如果呢政府不協助沒有獎勵措施 長藝集團呢寧可出走到中國上海去投資遊樂園 去啊 欸不對啊 怎麼華納要求然後被拒絕的事情 換成長藝得標之後呢通通都答應了 根據《金周刊》的描述 長藝呢當時跟李登輝政府關係非常密切 從這裡也不難看出 真的是有關係就沒關係 不過可惜的是在政治力的介入之下呢 華納兄弟最後也是退出投資 台灣也從此少了一座國際級的遊樂園 好伯春口中的中國迪斯奈計畫呢 最後變成了長藝集團新建營運的月媒娛樂世界 而長藝集團是何方神聖呢 這個集團的創辦人楊天生 早期呢靠著中部地區的土地開發 迅速累積財富 後來呢也步入政壇 成為國大代表 而他的哥哥呢是新農集團的創辦人楊天發 也是台灣中部非常有名的企業家 楊天生透過他在商界的影響力 以及巨額的資金 贊助他的好媽幾門參與各項選舉 從中央的立法院到地方的議會 通通都有楊天生的人馬 而他的兒子就是剛剛提到楊文欣 同樣也在政壇平步青雲 擔任過審議會的副議長 也擔任過立法委員 整個楊家以及長藝集團 堪稱就是中霸天 長藝集團的全盛時期呢 事業項目也是包山包海 例如泛雅銀行啊 長生電廠啊 以及剛剛提到的月梅娛樂園區的開發案 都是他們投資的項目之一 甚至最初機場捷運的BOT案 長藝集團呢 也組了一家長生國際公司參與投標 最後呢也同樣成功得標 很難不讓人聯想是不是綿密的政商關係 讓他們總是話罪也結黨 不過早在1997年 長藝集團呢就開始出現財務壓力 賣不掉的房子呢一大堆 但他們還是不斷用高價買地 同時呢也參與政府各項的大型投資案 當時他們掛債銀行的負債 就已經多達三四百億元 但他們呢卻是伸手向政府要錢 向財政部呢申請紓困 不過最後呢還是紙包不住火 2002年呢 長藝集團在不斷跳票的情況之下呢 股票暗然下市 旗下的事業呢也紛紛轉手 連他們得標的機場捷運BOT案 都因為資金周轉不靈呢 不斷延後新建的時程 最後還是被政府終止契約收回來自己蓋 一來一往呢 就讓機場捷運的騎乘呢 浪費了將近六年的時間 至於長藝集團新建的月梅娛樂世界呢 雖然有高人氣的馬拉灣水上樂園 還有首創斷軌列車的探索樂園 但還是沒有辦法扭轉集團的頹市啊 反倒還加重了財務負擔 累積負債呢多達百億元 變成了壓垮長藝集團財務的最後一根稻草 最後呢是由利寶建設以20.7億元 承接了月梅的索爾債權 接手營運 月梅娛樂世界呢 從此也改名成為利寶樂園 那講到台版迪士尼樂園這個主題呢 可以說是一部政府被詐騙時啊 從最早一間打著迪士尼旗號的空殼公司 就能輕易的取得台東縣的大筆土地來開發 到後來在台中呢 因為政治力介入 趕走實力堅強的電影集團 換上裙帶關係密切的本土財團 最後同樣也是黯然退場 而且還因此損失了一座國際級的影城遊樂園 但不管是哪一個結局都一樣 就是跟正版的迪士尼一點關係都沒有 雖然最近有壽險業希望在花蓮開發迪士尼樂園 也有立委希望在屏東高鐵站開發迪士尼樂園 也有一位市長希望在高雄引進迪士尼樂園 但這些呢通通都是紙上談兵 我自己認為要不要引進迪士尼樂園是一回事 要怎麼樣營造好的觀光環境來吸引國際觀光客才是重點 迪士尼樂園除了豐富的迪士尼卡通IP之外呢 更重要的是整個遊樂園的氛圍營造 從遊行表演到服務人員還有商品設計 通通都讓你流連忘返 台灣的遊樂園既然沒有辦法爭取到迪士尼的授權 但能不能建立一些元素讓大家願意來第二次第三次 而不是只有一次性的消費 玩過就不玩了看過就懶得看了 這大概是比起引進迪士尼樂園更務實的做法了 你曾經去過任何一個國家的迪士尼樂園嗎 你覺得這些迪士尼樂園跟台灣的遊樂園比較起來 遊玩的體驗有哪些不一樣呢 以及你怎麼看這兩個曾經的台版迪士尼樂園計畫 歡迎大家在底下留言跟我分享你的看法 喜歡我們的朋友請記得訂閱個月按個讚留個言分享開啟個小鈴鐺 別忘了追蹤我們的IG臉書跟脆 不喜歡朋友也感謝你看到這邊 這裡是小牛講正經 那我們就下一集影片再見啦 掰掰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